各位好,今天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各位报告我个人的一个研究,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思颖,本科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那后来进入到北京大学学院学习艺术理论,那目前为中华创作设计学会的副秘书长,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当代的影像创作,那今天报告的题目呢,其实想透过这个文图学的这样的结构,然后来讨论 当代艺术中这个视觉语言那个创新,主要就是以青板山水当作一个例子,那我的报告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前面会先与各位分享我个人的这个研究问题及方法,那后面会将重点放在我个人的研究分析以及结果,那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文图学视角下的这个视觉语言,主要是结合了摄影艺术的这些理论,第二个部分呢,以此为结构来探讨这个 青板山水的视觉文本的特殊性,第三点呢,再来透过这个文本解读来讨论 它的创新价值以及意义,那我个人的问题与假设分成两点,第一个部分是 青板山水背后的视觉文本以及摄影理论的探讨,第二个部分是 这边是以吴敬聪先生创作这个青板山水的一个图像为例,这样的一个将西方的这个摄影技术引入到这个山水创作中的一个表现方式,可不可以视为一种摄影艺术的创新呢? 那我的这个研究方法呢,其实是基于这个实证研究,包含了深度访谈文献分析 以及参与观察,那基本的架构呢,是以文图学做一个基础 展开摄影理论,以及这个个案研究,以及视觉文本的讨论 那第一个部分先给各位报告这个文图学视角下的视觉语言,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首先我觉得文图学完全可以跟摄影这个讨论的层次相互呼应 首先例如文图学探讨这个文本以及视觉文本 information这块,其实是呼应了影像中的影像感知 以及所谓的讯息软媒的部分 然后进入到这个knowledge跟western 其实就是进入到影像探讨的更高一个层次了 也就是内容,形而上的内容跟精神需求 因此呢,我真的是觉得说图文学它的这个核心概念 其实是可以解读到很多不同的层面 例如他谈到这个万物皆文本 文本用图像的方式被感知或看见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 我会希望用这个图像的方式来探讨影像 因为影像它也是作为一个信息称赞的媒介 那这里所探讨的视觉语言呢 也是以这个脉络进行展开的 因为图像呢,它的这个除了视觉的表现之外 还包含了传达资讯情感以及思想这几个部分 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摄影的话 它包含了就是looking, seeing, knowing 以及在knowing这个更高一层次上的western的部分 那从这样的结构呢,来看这个山水图像 我个人觉得可以有几个层次啊 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也就是风景 也就是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影像风景 那其实这是风景背后 其实讨论的概念呢,也就是自然 那再往上一层呢,也就是人对外在一个精神解读 更深,更形而上的,也就是所谓哲学的一个概念 那我这里简单给各位报告 就是我个人对这个东亚视觉文化中的 山水图像的发展整理哦 从早期的春秋二元世界 对于自然的一个想象崇拜 自然图像的出现 而后到了这个汉朝 开始有仙山这个向往 以及魏晶南北朝 尝试就是透过这个自然的图像 山水图像来领会天地 慢慢有这个自我 表达这个媒介的味道 而后到了唐宋之后 山水化的一个确立 其实我觉得山水图像是从永自然图像 到山水图像 而后到山水图像被赋予更强烈的一个媒介意义 也就是沟通天与人 因此呢,我简单总结一下 我对于山水图像的精神结构的理解 首先呢,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其实是环境与人的沉思以及相望 它是一个反映生命本体的过程 第二个呢,其实山水创作的一个基础 是一种非现实性的 它是基于一种记忆以及心理经验的结合 那回过头来看这个山水摄影的发展 我个人想提三点 第一个就是1920到30年代 朗金山先生对于这个山水摄影的一个推动 他将这样的一个山水图像的内在精神呢 融合在这个西方的影像创作之中 那回头看看这些山水摄影的发展 其实它在画面的表现上 是保留山水花的形式特征 例如云雾以及山峰 但是到了当代艺术中呢 它又有更多样性的表达 例如美才 这部分我希望未来还有机会与各位做展开的讨论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青板山水它的特殊性 也就是视觉文本的解读 那前面想先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摄影呢 它是经历过几个阶段的 从一开始作为一个复制性的艺术 不存在任何艺术性的价值 到了1920到50之后 开始进行本体性的探索 而后到70年之后 摄影被视为一种独立化的艺术 其实摄影现在 是可以视为一个艺术的一个表现形式了 那回头过来看青板摄影 其实青板摄影早期是被视为一种 制图的一个技法 那它是也是被理解为像是蓝晒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其实是将这个感光的纸跟阳光进行曝晒 实体物跟纸结合之后进行阳光线的曝晒 就是也就所谓的曝光 然后最后经过水洗的显影 然后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蓝色的图像 那它其实在使用传统上 是一种图像的一个转映的过程 但是在无济重鲜的这个青板山水之中 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跟探索 首先它先进行指材的研究 它了解不同宣纸的韧性 然后在上面涂刷了这个感光的药剂之后呢 进行了阳光的曝晒 那这样的曝晒过程中 它结合了手工这个柔皱的过程 让纸张产生不规则的纹理 然后最后得出来的这个影像呢 就有不同的影调以及留白 那再将这些不同的图像进行拼贴 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山水图像 那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其实有很强的动态性跟随机性的 因为它不断在撕贴 以及皱褶的过程中呢 来展现这个山水图像的表现可能 因此在视觉语言的部分呢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点 第一个部分是山水图像很直观的 它是一个蓝色的山水 第二个呢在山水的摄影部分 它在开始就是一个想象性的 不存在任何实体的一个山跟水 所以第三个呢 就是对于传统的一个回应及改变 这里想举它的这个春法系作 当作一个例子 首先就是传统春法系 这种纸跟笔的一个关系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结构之中呢 它强调一种是宣纸本身的一个纹理 跟曝光长度的两者之间的一个交错 所以呢它的创作文本呢 是一种无比无墨的状态 其实呢它也回应到当代影像艺术创作 真的多艺性跟多美财性 那进入到影像摄影论述系统 我觉得它非常特殊的 它改变了传统架构上 无相机摄影的调论范围 前面也与各位报告过 其实传统青板摄影 它是一种食物投影的方式 也就是存在一个食物的影像 然后进行食物造型的一个转移 但是呢在这样的青板山水的创作结构 完全不存在任何食物 也就是说它的创作方式 从食物投影过渡到了 飞物飞行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呢是影像远征性的一个凸显 其实摄影在早期呢 是作为一种复制性的制图技术 其实摄影本身这个复制性 是一直伴随着影像艺术的发展的 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 青板山水的创作过程中呢 它存在很强的随机性跟手工性 这个是完全不能复制的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它更是一种唯一性的存在 因此呢它的影像价值 又往上又走了一个层次 最后呢是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创作结构改变了 传统摄影的一个关系 首先呢传统摄影 它存在的是拍摄者与观看者 是处在不同的时空的 因为快门会切断时间 事况会切断空间 但是在这样一个青板山水的 创作过程中呢 因为不存在被摄失误状态的实相 因此呢拍摄者跟观看者的 空间是可以被折叠的 也就是说呢拍摄者 无计从先生跟观看者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可以在同一个山水的精神 想象世界做对话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维度 感受时空 从这样的一个讨论呢 我想分析一下这个青板山水的 创新性在哪里 首先就是借用了Chris Bearton的 这个对于创新的概念 就是新概念跟新价值 我觉得呢它凸显了几个部分 也就是说它改变了 青板的一个应用方式 例如材质以及技法 另外呢重新组织了 山水思想以及摄影术之间的 一个关系 然后最后呢 其实它改变了 无相机摄影系统的讨论范围 以及两个时空摄影结构的改变 以及影像原真性 跟唯一性的一个凸显 那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还希望跟各位 做更深入的讨论 当然有很多不足 未来还想在这样的 未来的这个研究过程中 跟各位做报告 那我这里简单列了三点 例如我很想要再将这个文图学 跟影像理论做更深入的分析 那希望后面跟各位 能做更深入的讨论 那也放上我个人的一个信息 也在此非常感谢大会 以及各位聆听者的一个聆听 那也希望各位给我一些建议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